在泰国清脉开精品酒店是一堂永远不会下课的课 一个酒店无论是新建或者是翻新 如果你只有一成不变的设计 不懂得变通和时宜致意 那么你可能很难得到突破或者是成长 我总说酒店就像一个家 而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从设计落地到营销管理需要我们不断打磨 一个酒店并非竣工落成就是建设的终点 恰恰是一个新酒店文化的开始 每个酒店都有它的来历和故事 而每一个酒店的主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经历 我们的酒店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定位 以区分模式和市场 如果你是一个酒店的主人 那么这个酒店会是什么主题呢 我是丁丁分享我真实的泰国生活